開了門去 開了門去 開喉 開喉 好像打雷那麼大聲 聽到的 我們這邊都聽不到 包裹之後那些龍煙 不斷上升 煙霧狸猛 不斷上升 小西灣村瑞樂樓地下一個電標房 星期二清晨近六點 懷疑有機器過熱無煙 消防期後到場將火救式 據報現場曾傳出 爆一聲的巨響 大廈仍然停電 現場消息指 事件是因為滴水引致短路 事件中無人受傷 無需疏散 副議員河藝鑑話 港燈檢查電力裝置後確定沒有問題 房屋處也正著手間換損位的電製 只不過臨時電去到水落樓 無求恢復水電供應 撲滅了之後 防暑人員和港燈同事都進去看過 這個情況 港燈的範圍部分 其實已經全面確認了OK 沒問題 現在因為天洩到 最主要是防暑的製房 製房那裡有些損壞 我們和防暑 了解完之後 我們知道現在整座的瑞樂樓是停電的 現在他們就嘗試去電力的承辦商 找一些物料過來 希望從最近的電製房那裡 即火牛房那裡 駁一些臨時電給水落樓 希望盡快提供電力給水落樓 成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